大家好我是川家 来源反杀案发生在2018年 男子王磊长期追求女大学生小宇 被拒绝后数次骚扰 甚至叫嚣要当着小宇父母的面对他进行 后来他也真的带刀闯入到了小宇的家里 双方发生冲突 过程中被小宇父母反杀 之前我也做过昆山反杀案 那这两个案件也都曾被最高检 作为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 今天川家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河北来源反杀案 小宇今年21岁 在张家口一所大学上大二 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兰元县的一个村子里 父亲母亲平时就在兰元种地生活 他还有一个哥哥 已经成家立业 也在老家生活 最近几年家里时运不济 小宇父亲干能活时摔伤了 腿上留下了残疾 小宇的哥哥也意外遭遇了车祸 没办法干重活 那两个主要的劳动力都倒了 小宇妈妈也只好外出打工 最终选择了北京的一家饭店 2018年的2月份 小宇放寒假 也想打工补贴家用 就去了妈妈那个饭店做兼职服务员 这个饭店里还有一个船菜员 叫王磊 身高一米八多 平时脾气比较冲 在饭店总跟别人吵架 有一次王磊躲在厕所玩手机 被主管发现 训了几句 两人还差点动手打起来 因为王磊和小宇是同事 低头不见抬头见 两个人也就逐渐认识了 2018年3月1日 小宇又开学了 他就离开了饭店 回学校继续上学 虽然跟王磊做同事 只有一个月左右 但是饭店的员工 基本都知道 王磊喜欢小宇 所以在小宇回学校之后 王磊仍然是每天给他发微信 有时候还直接拨打视频 也不管小宇是不是在上课 王磊还经常发一些 衣服和化妆品的链接 问小宇喜不喜欢 自己可以买给他 但是小宇全部都拒绝了 他唯一收过王磊送的礼物 是一箱小蛋糕 当时觉得直接退回去 不合适 小宇就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蛋糕40多块钱 就找了个理由 给王磊转了40块钱的红包 因为小宇也明白王磊的心思 自己又不想跟他在一起 所以就更不能在钱上 搞得不清不楚 2018年4月28日 快到五一假期了 小宇就提前请了两天假 想去北京 看望仍在饭店打工的母亲 王磊一听说小宇要来 就主动到了车站去接站 之后在打车去饭店的路上 王磊正式向小宇进行了表白 小宇以自己有男朋友的作为理由 对他进行了明确的拒绝 王磊当时在车上说 行那就做朋友吧 小宇也就松了一口气 但是仅仅过了一晚上 王磊就变样了 他来到小宇住处附近 发消息让他下楼 说你要是不下来我就不走 小宇觉得昨天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那应该也没事 就答应他到北海公园 把事情说清楚 两个人见面之后 王磊就开始死缠烂打 随着天色越来越晚 小宇几次提出要回去 但是王磊一直不允许 直到太阳下山了 两个人才坐地铁往回走 走出地铁之后 天已经彻底黑了 王磊强行收走了小宇的钱包和手机 不允许他跟别人联系 然后不停地问小宇 到底为啥不能跟自己好 小宇就在他不断地纠缠中反复拒绝 同时还得注意自己的态度 也不能激怒他 但是这并没有换来王磊的理解和放手 在夜幕的笼罩之下 王磊的猥琐也逐渐暴露出来 他把小宇带到了地下停车场 黏黏糊糊地不放手 对小宇进行了多次猥亵 期间还几次提出要去开房 被小宇拒绝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小宇才跑出来 之后立刻报了警 王磊后来也因此被饭店开除 惊魂未定的小宇 决定要马上回家 而就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他发现王磊一直偷偷跟在身后 自己就趁他不注意 偷偷改成大巴逃回了家 上车后立刻拉黑了王磊的微信 然后告诉自己的父亲和哥哥到车站接他 等进了老家的门之后 小宇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因为他心里觉得 只有家和学校 是仅存的能让他感受到安全感的地方 到家的当天晚上 小宇在屋里坐着发呆 王磊这件事对他冲击很大 他跟学校请了几天假 想要好好调整一下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宇父亲突然站起来 看着外面说 那个人好像来了 你看门口那是不是 小宇一看 吓得半死 父亲就马上走出去 说我女儿不在家 你赶紧走吧 走吧走吧 还好 王磊转身走了 但是他没有回北京 而是在不远处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再次来到了小宇家中 王磊站在小宇家门口 说自己要是见不到小宇就天天来 那听他这么说 父亲带着小宇走出来 说咱们到派出所去说 王磊在警察面前态度还挺好 答应说自己再也不来了 但是刚出派出所 他又说 这事没完 以后还会再来 他只是要见我妹妹 然后我们家不同意 就是最后 我们就把他送到了这个乌龙沟派出所 5月16日 小宇已经回到学校一个星期 在下课后独自往寝室走 一抬头吓得差点摔倒 因为他在学校看见了王磊 他马上打电话 找室友帮忙 室友赶到后 把他拽回了寝室 然后小宇给家里又打了电话 父母立刻赶了过来 以老人病重为理由 把他又接回了老家 他前后去过学校两次 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在学校里面乱晃荡 然后就刚好就碰到我 我当时也是自己一个人嘛 面对他 他一看到他就感觉很害怕 然后我当时给我父母 给我朋友 就是联系 让他们就是过来 就我爸 三口人当天还没敢直接回家 而是在县城住了一宿 好在他们没回去 因为小宇立刻收到了王磊的短信 说自己就站在他们的院子里 为啥家里没有人 第二天 也就是5月17号一早 小宇一家到乌龙沟派出所报了警 但是警方说这种情况暂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把他抓起来 只能再观察观察 小宇他们只好先回家 很快 上午9点 王磊就又来了 并且还带着刀和棍子 小宇慢慢见状 赶快报警 然后小宇父亲和哥哥也从屋里冲出来 王磊看到之后 扔下武器 转头就跑 父亲和哥哥就在后面追 没有追上 之后哥哥怕他再返回到家里 就往家里打了个电话 让小宇躲一躲 别被抓到 挂了电话之后 小宇赶快跑到邻居孙婆婆家 他说大妈救救我 有人追我 说话时候牙都在打斩 王磊跑了之后 一直给小宇发短信 说要纠缠他20年 小宇看了吓得止不住哭 两天后的5月19号 父亲带着小宇 约上了王磊 来了一次私下的正式谈话 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 过程也很顺利 王磊当天还像个人样 他答应说自己不会再纠缠 在谈话结束的几个小时之后 小宇再次收到了王磊的短信 上面写着 后悔了 还会再来 当天晚上9点 王磊果然又来到了小宇家里 小宇只好再次躲到邻居家 王磊说自己喝药了 要死在他们家 小宇父亲只好再次报警 那听到报警 王磊就又跑了 警察后来跟他进行了电话沟通 让王磊回来配合调查 电话里他说自己不想活了 已经吃了30粒的头包胶囊 其实谁都不知道 他是真吃了还是假吃了 并且在没喝酒的情况下 吃头包自杀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电话打了两个小时 王磊拒不配合工作 警方后来出动了所有警力抓他 但是无功而返 接下来的一个月 王磊并没有因此消失 他总是突然出现在小宇家附近 身上还带着刀 村里人对他又怕又恨 他还诬赖小宇 说他骗了自己很多钱 让他还钱 端午节的晚上 他又来到小宇家门前大喊 说你家女儿要是不跟我在一起 我就杀你全家 要当着你全家的面前 要纠缠20年 这些话都经过了邻居的证实 并且邻居也因为受到困扰 后来也搬了家 在这之后 小宇一家也意识到 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小宇哥哥特意给家里安装了报警器 只要有人经过 就会发出刺耳的响声 哥哥就算在自己家也能听到 那另外还给他们安了监控 还借了两条狗看见 除此之外 小宇家的炕上放了一把铁锹 客厅放了一根木棒 枕头下面放了菜刀 并且他们怕王磊会夜里偷袭 三口人就换着房间睡觉 有时候小宇会睡到衣柜里 有时候睡外屋的地上 几口人还商量好 如果王磊真来了 老婆孩子负责报警 父亲自己会出去跟他拼命 小宇一家并没有白准备 在2018年的7月11号 晚上11点08分 小宇家的狗突然开始狂叫 小宇父亲抬头一看 王磊来了 事后证实 王磊当时带了两把刀 刀刃的长度都在11厘米以上 同时还携带了一根50厘米的甩棍 父亲衣服都没来得及穿 拿着铁锹就出门了 同时还说了句赶紧报警 小宇就开始打电话 母亲则是手忙脚乱的穿好衣服 立刻跟着父亲走了出去 等到小宇报完警 也立刻拿起菜刀走出屋子 当时他看到父亲已经倒在地上 母亲正在苦苦哀求王磊赶快离开 那王磊看到小宇出来了 立刻甩掉两个人 直奔他而来 几步到了跟前 然后朝他肚子就捅了一刀 又用胳膊勒住小宇的脖子 将他挟持 小宇妈妈立刻去抢人 他用最大的力气转女儿 然后王磊和女儿都被带倒了 趁着王磊倒地 父母让受伤的小宇赶紧回屋 小宇也知道自己才是最终的目标 就立刻回到屋里 并把门反锁 在他进去之后 父亲又用木棍和铁锹继续击打王磊 防止他起身 并蹲下来用菜刀狠劈王磊的脖颈处 在王磊一动不动之后 母亲也继续用菜刀 对着王磊的头和脖子猛砍 等到小宇再出来的时候 他看到王磊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自己的父母瘫在一旁 身上很多血 小宇父亲的手指头搭拉着 往外冒血 父亲想抽烟 手一直在抖 点不着火 小宇过来帮他点着 父亲转头跟他说了一句 家里还欠着别人一些债 一定要给还上 小宇妈妈在旁边 说你放心吧 只要我还活着 就算是用娘家的钱 债也会还上 父亲点了点头 开始抽烟 直到警察到来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小宇父母均被批准逮捕 小宇本人也被刑事拘留后 取保候审 三个月后的10月17日 蓝元县公安局认为三人触犯刑法 涉嫌故意杀人 主要是因为在王磊倒地之后 仍然有批凯行为 而蓝元县人民检察院则认为 小宇母亲是被动杀人 属于正当防卫 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公安局采纳 公安局的反馈是 批凯手段较为残忍 不计后果 心中充满仇恨 家庭的突发变故 也许会引发嫌疑人 更多危害社会的行为 至于死者王磊的父亲 他说你可以打伤打残 但是不该打死 杀人就要偿命 法律是公正的 你杀人你偿命 法律自己判 要法律判你 2019年3月3日 在案发235天后 小宇一家经历了恐惧 担忧和绝望 终于迎来了峰回路转 保定市检察院发布了一个通报 标题为 关于对来源反杀案 决定不起诉的通报 认定王磊带着刀 闯到别人家里惊凶 属于刑法规定的暴力侵害 小宇一家三口有充足理由 采取无限防卫 因此不负刑事责任 不予起诉 小宇的父亲得知这个结果之后 嚎啕大哭 把自己这么多天的担心 绝望和委屈 全部通过哭声释放了出来 在出看守所的时候 他东西都不想收拾 只想早一秒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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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给我们 给我们家 主持人公正 给我给你 换了千块 我谢谢 三月末 小宇父母因为遭受了大半年的无网之灾 向国家申请了104万的赔偿 不过在考虑了几天之后 决定放弃申请 尽快脱离此事 只想回归正常的生活 而死者王磊的父亲 在儿子被杀之后 辞去了工作 全家搬去了外地 正当防卫这个条款 我们都耳熟能详 但是想要认定为正当防卫 却极其艰难 所以也有人管它叫僵尸条款 不过近年来 无论是从昆山反射案 还是今天说的来源反射案 都不断地让我们感觉到 检查机关逐渐在激活这个沉睡条款 所以一个成功的正当防卫案件 它的意义远胜过一罗文件 另外说回来源反射案本身 他跟着我上一期做的 韩国新唐战杀人事件 其实是有些类似的 都是求爱不成变成骚扰 最后闹出人命 两败俱伤 那对于这类事件 我想说 在说了再见这首歌的评论区 有这样一条热评 他说如果点赞是单数 就继续纠缠 如果是双数 就放下一切 但是有人回复他 说你自己手里还握着一赞 所以对于有纠缠想法的人 我想说 天堂和地狱只是一念之长 放下还是纠缠 你其实可以自己决定 别让自己后悔 并且这无关性别 只在于善恶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你也感觉到了正义 或者想看更多的反射案 就麻烦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结果就到这 我是穿甲 我们下期见